现在你会发现不仅是原子核会变大 基本粒子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核子中子或子子不是夸克组成的吗 你不是刚才这么说吗 那意思是说连子子和中子都变大 里边还有结构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粒子的基本粒子这个想法实际上早就有了 这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些元素构成的 最早的时候大家都说 是由风电雷或者木或者金木水土什么组成的 对不对 你现在觉得它荒唐 可是它的思想跟现在基本粒子思想是一样的 都是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些少数的一些元素搭建起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时候是风啊什么电啊 还有什么雷啊 或者是这个土啊水啊木啊什么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说是基本粒子 因为在这个之前还有个过渡 原来说是原子对不对 现在我知道原子里边我能打开了 然后看着里边有原子核 原子核又打开了 原子核里边有核子 核子我又能打开了 我发现核子 核子不能打开 可是我发现核子好像也有结构 那它就是由一些基本粒子组成的 它不就这样吗 可是这些基本粒子我怎么分类呢 比如说有一些基本 比如说你像以前 水木金土 什么这 木生火 什么这种 咱们不能用这种 在这里边也得有一种分类方法 对不对 怎么分类呢 比较自然的分类方法 实际上是用基本相互作用来分类 现在大自然里边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对不对 万有引力 电池相互作用 弱相互作用 强相互作用 核里边这两个都有 对不对 核里边电池相互作用也有 万有引力 当然这个太小宅 那里边不考虑 万有引力发现的是什么呢 所有粒子 只要有质量 都参与万有引力 对吧 电池相互作用 只要带电就参与 不带电不参与 不带电 如果你有词句 当然也参与一些 对吧 弱相互作用 所有粒子都参与 强相互作用就比较怪 强相互作用是 只有一类粒子在参与 所以把这一类粒子叫强子 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 叫强子 我们这样分类 慢慢 我就可以把这些粒子 慢慢就可以分类了 在这之前 我可能还说一个 就是反粒子概念 所有的基本粒子 都有它的反粒子 比如说 反粒子都是 就是你在 你的粒子参与什么作用 它的反粒子也参与什么作用 这个都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电子 电子有 它的反粒子是正电子 它们可以淹没 变成两个 两个伽马射线 伽马射线跑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知道的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能量动量守恒的话 必须出来两个干嘛 对不对 不能有一个干嘛 因为你的参与器 不能溅在光子上 对不对 除了这个烟墨反应以外 也还有另外一种 比如说电子和正电子 它和烟墨的时候 它可以出现两个中微子 也有这样的反应 也是有的 那个反应就是纯粹弱作用 起作用了 这个时候是电磁起作用了 电磁相互作用起作用 所以你才出现的是电磁波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些反粒子之间的烟墨 比如说枝子 这个是把气泡石里边的图 静际图 然后你把它干干净净地给画出来 就变成了静际图 就这样 这是什么呢 有一个反枝子过来了 砸到了一个枝子上 比如说氢原子的原子核上 于是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反枝子当然它是反粒子 所以电磁就带负电磁 对不对 它就变成了派戒指 派戒指 戒指也是属于参与强相互作用的 就是汤传预言的那个戒指 参与强相互作用的那个戒指 那这个是因为强相互作用 正粒子和反粒子淹灭了 所以你也出现 参与强相互作用的这些戒指 对吧 所以这是这样的 这种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戒指 这种东西叫重子 这名字起的不对 实际上以为重 所以把它叫重子 现在我们实际看 青子也很重啊 有的时候 对吧 所以这个名字一开始的时候 起的时候 起的也就行 可是后来发现错了 也就那样了 对不对 就像你磁场里边 把磁场名字起错了 最后把那个磁场 只能起到磁感应强度 对吧 实际上它那个才是 B才是正宗的磁场 一样的 那在这里边呢 你也会发现 这种反应出来的时候呢 也得是重子树守恒 戒指是没有重子树的 所以这个重子树 一 这是负一 重子树守恒 对不对 对 那出现这个四个派戒指 这只是一种情况 你如果这个能量要高了的话 还有另一种情况 比如说反直子打在直子上 它也可能出现直子 很多直子 很多反直子 也可能出现戒指 各种各样 就是跟能量有关系 这是某种能量下 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样结果呢 排阶指实际上它也衰变 排阶指它也衰变成μ指 μ指 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弱相互作用引起的 因为只有弱相互作用 才出现中微子啊 这种μ啊 这种轻子才出来 所以弱相互作用的时候 我们出现轻子 那么这个也要轻子树守恒 所以这个戒指是没有轻子树的 轻子树等于0 所以这个是轻子树1的话 这个是1的话 这是负1 因为你比如说μ的负的那个东西 你把它当做一个正粒子的话 带正粒的不就是它的反力 反力子轻数变成负1啊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再看的话 那经济里边还有什么呢 这个μ也衰变 继续衰变成电子 这当然纯粹的就是弱相互作用了 对不对 都是轻子在里面 对吧 轻子树守恒嘛 这个两个是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然后这个是反力子 这轻子 这个反力子 这些都是轻子 所以在这里面反映的时候 通常是什么呢 智能守恒 电荷守恒 电荷当然得守恒 电荷也得守恒 中子树守恒 轻子树守恒 还有里边 我们还会讲到奇异书 阵书 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根据 它参与相互作用的情况 来把例子 基本例子分类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轻子 实际上轻子一个严格的定义的 它不是因为轻 那是什么呢 它是不参与强相互作用的例子 这些轻子都不参与强相互作用 那它当然也参与弱相互作用 它也参与电磁相互作用 它当然也有质量 它当然也是有关于引力 只是不参与强相互作用 这样的轻子有多少呢 这样的轻子一共有三类 电子类的 μ类的 tau类的 每一类都带有它各自的中微子 刚才我讲过了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粒子都有它的反粒子 对不对 所以一共有12种轻子 它们的这个质权都是二分之一的 然后正粒子 比如说轻子是正一的 反粒子就是轻子是负一 那不是轻子的 当然就等于零了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轻子是一类 就是不参与强相互作用的这些粒子 轻子是这一类 那刚才我们说了 种子这些东西 叫种子 还有戒子 这样的东西呢 它是由夸克组成的 这夸克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慢慢 我希望讲到最后的时候 你慢慢就能体会到它的味和它的颜色 好 它夸克是什么呢 夸克是很怪的 电荷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什么这种东西 电荷 很奇怪的 当时最早我们发现 电荷量子化的实验的时候 就密里根里边 它那实验里边 有一个示例是电荷数是三分之一的 当然那可能大家都认为那是错误 大家都认为错误 因为有一个理论 夸克是夸克禁闭理论 夸克跑不出来 夸克跑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有这些夸克 对吧 这个我们马上待会要解释 先说说这个夸克 这里边有这些不同的符号 它有六种 这种六种我们把它叫做六个无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电荷不是有正电荷 有负电荷吗 现在有 比如说现在有六个 相当于电荷的这样东西 明白这是什么 相当于电荷的东西 可是电荷正电荷复电荷这好说了 现在有六种 那你用什么话呢 干脆搞一个六个味 六个味 所以就所谓 你会听到味动力学 味动力学 就是那个 说的是不同的味 什么呢 up down 这个是上下 上夸克 下夸克 这是cham夸克 顺夸克 这是这个strange夸克 这是奇异夸克 这是这个top夸克 这是bottom夸克 就是顶夸克 地夸克 这是奇异夸克 这是顺夸克 然后你看到这些质量 你看看这个 质量差别很大的 对不对 如果你用这个重的和轻的什么分类的话 这完全搞不清楚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 你看他都电荷有一类的 他们都是费密子 注意到现在我们讲的轻子 基本粒子 对吧 轻子不能再分了 轻子里边再不能分了 现在夸克里边呢 夸克不能再分了 实际上 夸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呢 它这个自全是二分之一 然后每一个味 又有三色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色不是带色的意思 就是说它还有三种状态 比如像电荷一样的状态 也有正电荷 负电荷这样的状态 可是它是三种不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要搞个三色 所以一共有多少夸克呢 你一看就是六个味 有反的六个 不是十二吗 十二它每个带三色 不就三十六种夸克吗 所以三十六种夸克就组成了种子 戒指 现在我们说 刚才说夸克是禁闭理论 夸克出不来 出不来你怎么知道有夸克 它就推 你这个不是这么有这些夸克吗 你不是有一个模型吗 你这个模型说 这个夸克要组成种子 你是怎么组成的 所以你有一个模型 你发现了那样的种子 你就证明有这样的夸克 你发现了那样的戒指 就证明有这样的夸克 你发现另一类戒指 你就又发现什么戒指 夸克 这是反推出来的结果 夸克是没有真的见过的东西 你比如说 这里边 我们可以把自旋二分之一的种子 画到六角形的里面 然后这是种子八重钛 八个钛 上面有个种子 这是直子 这个是四个半超子 对不对 什么 这一块 这条线上 电荷数 这个负电荷 这是不带电荷 这是正电荷 这个是奇异数 奇异数零 奇异数 因为前面我们说了 你这个奇异夸克带有奇异数 后来我们在这里边 你还得写一个 在这里边还得加一个 忘加了 应该写一个 参数 这个参夸克就有参数 其他都没有参数 明白这是 这应该少了一个 我们应该加一个 现在这里边 我们讲的是种子八重钛 这是二分之一制弦的 然后还有反种子八重钛 为什么画到这里边 据说他们搞得神秘一点 它是借鉴了东方的神秘东西 我不知道哪个东方 哪个神秘 总之他觉得神秘的 其实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你假如说你在这画了八重钛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地方缺了一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预言 这个地方缺了一个东西 缺了一个电荷等于零的 奇异数等于负二的一个例子 你找吧 你找出来了 它不就预言了吗 历史上真的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就是格尔曼和尼曼 这两个人就画了这个八重钛 但是他在画的是什么呢 这些当然画出 这些都有了 都发现过了 然后他再画了 自旋二分之三的那些超纸 这些东西发在那 自旋二分之三的 有个地方缺一个 他说缺一个 这个地方缺一个 应该是什么什么 应该有 后来果然找到了 Omega超纸 就这么找到的 就可以预言嘛 对不对 还有介质这个九重钛 也是画在这了 介质九重钛 另外就是把正的戒指和反的戒指 反粒子都画在一起 然后奇异书 这个电荷书都在一起 对吧 这是戒指 自旋等于零的戒指 都画在里边了 还有戒指等于 自旋等于一的 自旋等于二的 还有很多戒指 你都可以画 这是带有奇异书的戒指 还有带有参数的戒指 参数那个戒指就是 你知道丁兆宗先生 这个霍诺贝尔奖 丁兆宗先生发现那个戒指 叫戒粒子 对不对 后来旁边有个人 也跟着发现了叫婆赛 然后两个叫戒普赛粒子 戒普赛粒子是什么戒指呢 是反戒夸克合在 就它俩在一起 变成的一个戒指 你在这里面 很快拿那个夸克 就可以堆出来这个东西 种子是三个夸克组成的 这样的话 三个夸克 比如说奇异书 电荷书 这都能对上 戒指通常是 一个正夸克 和一个反夸克合在一起 就变成戒指了 那现在我们说 那个燦夸克呢 一个燦夸克 一个它的反燦夸克 合在一起 不就变成了一个戒指了吗 那那个戒指是 有燦夸克参与的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些 燦数参与的那些夸克 我们没化 还有很多一大堆戒指 就是说你这里边最基本的是夸克 你拿这些夸克可以堆出来很多种子啊 戒指啊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基本例子 这是夸克 就这样 除了这些费米质啊 比如轻质和夸克以外呢 还有一些 叫做中间波设施 中间波设施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联系这个相互作用的 在中间联系这个相互作用的 你比如说 这个厂论的一个思想 厂论我们知道 就是法拉第发现 电厂和磁场以后的 那个厂的那个概念呢 开始一推广 现代物理学里边 所有的这个物理里边 都要有厂的概念 那厂概念里边很重要的是 量子化的话 厂就要厂粒子 这些厂粒子才干什么呢 比如说弯有引力 那个地方有个太阳 这个地方有地球 我们之间怎么相互作用呢 什么东西 碰对不对 认为碰的东西 引力子 互相交换引力子 电荷和电荷之间有电力 它们之间怎么有电力呢 互相交换光子 那种光子看不见的 一般是虚光子 所以交换光子 如果相互作用呢 交换的是W正负Z0力子 然后强相互作用呢 交换的是胶子 胶子有八个色 就是这样 所以中间交换粒子 原子核里边的 核子和核子之间 强相互作用 交换什么呢 交换派戒子 就是反正这个粒子之间 相互作用 总是要交换中间粒子 中间波射子 都是波射子 引力子我们没发现 到现在为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到现在为止 大家没发现 心里都不痛管 因为埃斯坦发现了 广义相对论 然后里边有引力波 引力波的意思是 你观察到引力波 那也就是看到引力子 对不对 波不是量子化的话 不就是引力子吗 就是这样 前面你们也听说过 电磁相互作用 和弱相互作用 同一了 埃斯坦有个梦想 把这些东西 都统一在一个 相互作用框架里边 后来两个先统一了 对不对 先统一这个什么东西呢 简单的说 就是杨振宁 米尔士他们提出了一个 规范常理论 所以杨先生 虽然拿弱相互作用 语称不守恒 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比起他发现的 规范常理论来说 那个理论 得奖的那个 要不重要很多 你知道吗 几乎不重要那个东西 当然很重要 得很多奖的能不重要 但是比起这个来说 那个差很多 他这个理论给了一个框架 可是后来杨先生 没做这个东西 因为他给出了一个框架以后 当时他讲这个理论的时候 还有个故事 当时他在这前面讲 泡立在下面 他说 规范常是吗 你这个里边的粒子 质量怎么都等于零 他这个是缺陷 当时杨先生做 杨敏尔是这个理论的一个缺陷 规范常里边的粒子 都是不带质量的 不带质量 泡立说你这个没质量 杨敏尔说没质量 那你没质量 你现在粒子哪有没质量的 除了光子以外 其他都有质量 你这个理论没啥意思 杨敏尔就没办法讲了 对不对 然后想想待会 接着再讲吧 接着再往下讲 硬着头皮讲 泡立又问了 你这个质量都等于零 怎么回事 没办法回答 是吧 所以杨敏尔没办法 那就下去了 不讲了 坐下边坐着 坐下边以后 过一阵以后 那个主持人觉得很难受 就不到 打圆场 跟了泡立这些东西 终于不让泡立再问了 然后杨先生把这个讲完了 讲完以后 后来也 杨先生也知道这个缺陷 也没再做 但是后来这个 文贝尔沙拉姆 还有这个格拉销斯 这个斯云格尔的学生 他们就开始做 他们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们觉得这个质量是可以通过 一个是机制 就是说对称性破靴 然后获得质量 然后这个破靴 这个一个是这个机制 这个也是一个厂 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厂粒子 叫波射子 因为所有的粒子的质量 都是通过他获得的 所以他叫上帝粒子 然后前一阵我们说 欧洲那个实验室LH7 不是说基本上可以确定 好像是找到了 一个是粒子了吗 这等于是说 不过标准模型好像对了 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 那么弱电统一的意思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在以前 某一种对称性下 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 是在同一个理论框架里边的 那个时候中间波射子 中间波射子 像W正负Z00粒子 这些东西都不带质量的 所以他们是分不清的 你知道吗 可是对称性离破缺以后 然后他们就分开了 然后弱相互作用的 这些中间波射子 就带上质量了 带上质量 这个质量很大的 后来卢比亚他们 在欧洲实验室 做出了这个实验 好不容易看到这个例子 质量很大 质量大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中间交换粒子 质量越大 你这个传递的距离就越短 所以引粒子 光子 这些东西都没有质量 所以它是长层的例 像这个弱相互作用 这些东西 像这个 我们说派戒指都有质量 强相互作用呢 这个胶子 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 就是不是夸克之间 强相互作用吗 强相互作用的话 这不是吸引吗 这叫粘在一起是不是 干脆叫胶子吧 但是它有八射 所以也就是说它有 相当于有正电和负电和一样 胶子有带这个伞 这个伞 这个伞不同的那种胶子 然后再加上 希格斯玻射子 这样的话 通通的标准模型给出来 是61种基本粒子 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你可以算出来 比如说 这氢子呢 刚才不是有三类吗 三类这个再加上中微子 六成二 因为它有反粒子 不是12种吗 对吧 12种 这个夸克有36种 再加上中间玻射子 再加上这个胶子 一共有八射 胶子有八射 然后再加上希格斯粒子 刚好是61种 可是我前面跟大家说了 后来我把那基本粒子 基本给扩弧了 对不对 因为我听他们说 好像他们的想法 其实并不是说对 现在希格斯粒子都 基本上找到了 但他们的想法是 感觉这个东西不见得 就是说是一个最终的 一个宇宙的版本 他还是不太有信心 所以也许还会找到其他粒子 找到其他粒子不就完了吗 所以他们现在的意思说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粒子 或者什么标准模型还是要突破 标准模型不一定是宇宙的全部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标准模型不是宇宙的全部 因为现在我们找到了 我们发现有暗物质 又有暗能量 完全不知道是这里边的什么东西 明白这是什么 暗物质 那物质你不是要什么东西构成的吗 不知道是这里边什么东西构成的 暗能量 能量是什么东西呢 你也搞不清楚 让宇宙膨胀 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不算清楚 所以还有点时间的话 我给大家最后讲一点 这个图到哪里都能看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 物理学的发展非常有意思 最早的时候 实际上物理学的发展 是研究天体得到的 大家高兴了就没事了 就拿网友去看天体 对不对 然后看看 看 从这个地位开始 积累数据 然后到凯博勒 然后到牛顿 总结出来这个定理 牛顿定律 然后这些东西 牛顿定量 万一预意定理 这些规律就从这儿就产生了 这些规律 发现在宏观呢 都可以用 对吧 后来发现速度坏的时候 就不行了 相对论发现了 相对论发现以后 进一步推往到引力的话 就发现要广义相对论 对不对 还要狭义相对论 然后又发现跑到这个原子里边的时候 尼顿定律又不行了 你必须用微观粒子定律 比如说像薛定河方程 迪拉克方程这些东西 跑到原子核里边 你继续可以找到原子核里边是核子组成的 对不对 核子又发现是华克城 这是基本粒子 然后这里边你又看到中微子 中微子发现天体超行星爆发的时候 又看到中微子 昨天我正好去听一个报告 咱们高等研究院 咱们这里面请了一个人 刚好讲什么呢 就讲 他是天体物理学家 然后他说 他的题目 我一下忘了 昨天那个题目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天体物理 基本上有大量的粒子物理学家来参与 就是这样 所以你考虑到比如说宇宙大爆炸 你要看宇宙大爆炸模型的话 你就发现 比如说大爆炸的时候 一瞬间那里边是没有什么粒子的 你讨论的是粒子 然后呢 这些能量就怎么变成了一些粒子 对不对 然后这些粒子变成了电子 然后原子 然后这个粒子就开始变成原子核 原子核再变成原子 然后慢慢演化变成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这不是粒子物理吗 这都是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 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说到物理学 你不得不谈到 爱因斯坦的大统一的梦想 爱因斯坦的想法就是说 我能不能把我们现在已知的 当时的想法是 把引力和电磁力 电磁相互作用 统一在一起 但是这两个非常非常难统一 现在我们知道 基本相互作用有四种 那我能不能把这基本相互作用 都统一成同一个框架里边呢 有进展的 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统一了 好像强相互作用 跟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 因为它们都好像亲近一样 比较近你知道吗 好像可以在量子 它们都是可以量子化的 然后在一个框架下 好像有这么一些希望 引力不行 引力连量子化都难 引力非常一类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现在除了这个标准模型以外 物理学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模型 那当然有了 你比如说比较基本的就是旋论 对不对 你们听说过旋模型 有超旋模型 它们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 没有这么多基本例子 它那个只有旋 旋这么振动电子 那么振动直子 那么振动什么子 它的振动方式决定了这些例子 这个旋论是一个非常非常 你知道这个超旋里边聚集了非常多的 这个一流的这些脑袋最好使的那些人在那研究 就是数学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这里边用到的数学都非常难 都是几何 微分几何这些数学比较难 我觉得是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 然后做这些东西 也有很多成就 里边很多东西 比如说它可以想象宇宙模型是 它可以说宇宙是十维的 咱们现在不是三维宇宙 加上时间是四维的 它是十维 十一维的 加上时间是十一维的 然后其他什么 其他维数是可以推化的 各种各样的想法 而且它这个东西影响力是比较强的 它唯一的缺陷是 它不能跟实验联系在一起 因为它太远 所以这个大家就不太相信 杨先生就不太相信 杨先生有的时候说过激的话就说 你们不要搞超权 这个东西是误人子弟 他这样说 但是前一阵 正好我们就叫数学系 有一位教授 他是数学系的 他不管物理 他发现那个旋论 超权的那些理论 他可以想办法 超权的那些理论 他可以把它连到杨米尔斯场 杨正宁那个场 杨正宁那个场 杨米尔斯两个人 米尔斯没得诺贝尔奖 那个场是经过实验检验的 可以连过来的意思 那不就是它跟实验连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难说的 不管怎么说 现在我们是对物理的理解 就是虽然越来越深 但是我们发现不知道东西越来越多 因为你看暗物质 暗能量 别说是暗物质 暗能量 研究凝聚态物理的时候 发现那里边的不知道东西 是越来越多 你包括现在高温超导 大概觉得是对电子程度造成的 可是你也解释不了 很难的 很难 非常难 所以这里边提出来说 物理规律是不是 不会是这种 从哪个地方 一个地方 有一个物理规律 然后这个东西慢慢 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 好像不能这样 有的人听说 这个可能是物理 是理论分层次的 这个地方有这种物理 再往上就那种物理 慢慢分层次 各种各样复杂的 分层次的想法 各种各样想法都有 有的人想 当然这种想法 有的人想 你这个规律 可能也许是随时先变化的 物理规律随时先变化的 当然你觉得 这个不对 我们活一辈子 或者是前面那些人 记录的那些事情 几千年来 很多事情 跟我们现在记录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时间值都太短 明白这是什么 这不能说明 这个物理规律不随时变化 比如说现在我们流行的 比较接受的这种概念是什么 物理理论最早的时候 宇宙大爆炸刚开始的时候 那规律是一个的 然后呢 这个四种相互作用都是一种的 然后引力先出来了 引力是异类吗 引力先出来 引力先出来以后 所有带质量的这些东西 它们之间都有相互作用 然后这些强相互作用 再跟这个强相互作用 再跟这个弱核电磁力分开 弱核电磁力再分开 分到现在这个世界 现在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规律 确实是随时间变化的 对不对 随着也宇宙演化的 那么这个呢 有的人也做实验 比如说这个做什么实验呢 最简单的 据说是澳大利亚那边 有个人做 万云力常量那个G 看那个G变不变 那当然这个很难变 对不对 它做实验做100年 到现在已经做了100多年了 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沥青 或者什么东西 慢慢往下躺 对不对 根据那个东西 测记忆是 那个时候的记忆 和现在的记忆 是不是有变化 假如有变化的话会怎么样 到现在做了100多年了 那个实验 据说还没有结果 好像记忆好像没什么变化 不过这种实验 值不值得做呢 当然值得做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现在是这样 我们物理学这个情况 跟你们现在学 普通的 普通物理的情况差不多 当你学了这些以后 你会发现 怎么这老师一说 这东西怎么越来越多 让我搞不清楚呢 不仅是你们 就我们也是一样 越来越感觉 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变得越来越多 现在这就是物理学的现状 好 我们这些课就到此 谢谢大家 好 谢谢